破壞社會安寧是暴徒的時候 不是警隊的時候 我們希望市民或者媒體都能夠認清那個事實 不要本末倒置 大家也都不要再對暴力視而不見 否則我們的香港只會永無寧日 刑事毀壞最高的刑罰是監禁10年 縱火和嚴重傷人是可以判處終身監禁 無論社會上的民意是怎樣 大家有多同情這些暴徒 甚至包庇他們的暴力行為 但都改變不了暴徒犯法這個事實 暴徒的暴力行為 從來在法律上都沒有任何灰色地帶 當大家對於商店被破壞 交通燈被打爛 地面的磚塊被掘起 等等的違法行為都已經變得麻木 甚至覺得是常態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不是真的接受香港變成這樣呢 到底有何時我們才可以享受回寧靜的日子 暴徒可不可以給我們香港的所有的市民 香港是我們的家 但如果繼續縱容這些暴徒的違法行為的話 我們的家只會家無寧日